兄弟们起床喂鱼了 好久没喂鱼了 先来打个窝 清早颗粒啊 简简单单打这小半包啦 这几天没喂的鱼 全都给我喂回来 今天必须喂到饱 搞完下去就对了 OK搞完了啊 喂饱 不喂饱都不行这么久没喂了 再来开一点爆炸耳料啊 这个耳料用过一次 效果还不错啊 直接单开就可以 其他啥都不用加的 就加水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粘粉都不用加 因为他里面 都是配好的了 直接加水就可以开用 静置一下就可以了 耳料开好了 先来下个鱼户就是这么自信 不自信点怎么能报复 别问啊 疑问就是今天掏出了自中小爆炸 这个玩意 百分百是不会空军的 只是钓多钓少的问题 用两根杆子做钓啊 这个是小钩子 7号的海溪 然后这个是大钩子 1号的牵柳 今天大小都要 耳料 非常粘啊 这个爆炸耳料他加了 沾粉加了 非常多的 自己去不用加的 用来钓 自中小爆炸 非常合适 很多人问这个自中小爆炸 怎么连接在上面 这么简单 看吧 自中小爆炸 一头是长 一头是短 咱们直接扣在这个孔上 完美 千锥用了个10克的 钩子外漏就可以 就这样直接丢下去 丢到刚刚打窝的位置 就这么简单啊 做等爆后 你看 你看 这根钩子 干丢下去就有口了 中鱼 打窝的效果 那根钩子都干甩下去 虽然不大 但也是鱼 看吧 哎呦 打好窝的效果 就是 丢下去就能中鱼 第一条三角劲 这根竿子都没收稳线 非常快的 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铃铛怎么用的 这个铃铛就是直接夹到 支架上 然后这个是主线嘛 蹦直的主线 这样 扣在这里 只要鱼 吃口它就会响 非常简单 前面那里啊 这里 鱼线放在那个 羊头外面啊 不要放在那个竿子下面压着 这样会导致信号不灵明的 鱼线要放外面 就是这么简单啊 这根竿子没有铃铛 少了一个 今晚回去做一个 看这个铃铛 动了吧 中鱼 又一个 应该也是三脚铁吧 三脚铁 不是哦 臭螺肥哦 臭螺肥 回线 再种 丢下去一下就来了 好家伙 这是什么 死灵 好家伙 喂 大钩子 来 哦 哎呀 大钩子 种大鱼啊 结果说钩啊 拖了 拖了 哎哎哎哎 哇 小鱼啊 大钩子吃了 小鱼而已 哎呀 这么大的钩 钓这么小的土鳞 哎 又来了 这个钩子又来了 根本就操作不过来咯 换口了 换口 小钩子又中鱼 回来 哎呀 什么情况 双飞 罗飞仔 两个罗飞仔 看 这种饵料是不用换的 咱们直接甩回去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不用使劲换饵料 只要弹簧上还有饵料 咱们就不用换了 换 钩子上的泡沫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种钩子上没有泡沫 咱们挂一颗泡沫回去就OK 又来了 又来了 又是小罗飞这么轻飘飘的 果羊啊 罗飞部队进窝了 丢下去就解口了 你看那根又来了 两个轮流来了 轮流来 罗飞部队 一号的签又勾 掉了个纪五百条 这一口 你们就说给不给劲了 饿料咱们都不用换 根本不用换 丢回去就完事了 这条有点手感了 最起码有 二两 二条罗飞不是二两啊 不会不会是罗飞的吧 好压力 还是罗飞 又是双飞 双飞双飞双飞 捅了大罗飞的窝 那根杆子又重了 停不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 看一下这根杆子是什么啊 目测罗飞了 罗飞 罗飞 这个不是罗飞 震惊一点 挂到一个土鳞栈 结口 一挂上主线他就重了 结口结口结口 结口土鳞哦这种走位哦 哎真的是土鳞哦 土鳞结口 可以啊 这种走位就知道是土鳞了 哼回线了 看一下这条是什么啊 这根人这么远了按道理来说 不是罗飞了吧 都不知道丢多远了 收这么久 看吧不是罗飞了 三角级啊 还得往外面丢丢丢圆圆的 兄弟们准备收工了啊 最后一干尔料 只要我出手 鱼他就会狂口啊 根本停不下来 又是报复的一点 虽然他是罗飞多 那也是报复的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竿子 轮流起鱼吧 这根丢下去 然后起这根 这根起完丢下去 又起这根就可以了 非常 粗暴啊 看这根竿子又有鱼在吃 鱼口太狂 根本就钓布啊 嗯 这个是什么 不会是青道夫吧 这么重 非常像青道夫啊 很重很重 应该是他了 还转圈圈 90%青道夫 不是青道夫 罗飞加一个瓶子 还把我这根竿子的线挂住了 我还以为青道夫呢 炸线了 被这个瓶子搞得我炸线了 被这个瓶子搞得我炸线了 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啊 按条数来算 肯定不小了 这是小啊 好小啊 但是按条数来算的话 一两百条都可能有 我这小罗飞有 超级多的 指甲肥那么小的 啥的都有啊 全都带走 给别人喂鸡鸭了 土鳞也搞了 应该有几条吧 不是很大 大一点的就是这一条了 土鳞土鳞土鳞 三角戒 把鲸鱼放了 然后土鳞也放了吧 剩下罗飞带回去 给别人喂鸭 煮到鸭鸭了